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过年了家人竟然感冒了 医生怎么办呢 春节急剑是不是有很多这样的情形发生呢 可能是年前的过度劳累 或是人与人之间的摩擦 或是压力突然的释放 或是温差过大 都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形哦 医生医生 有没有预防感冒的小屁包可以告诉我们呢 要不然好好的假期 岂不是白白的浪费掉了吗 当然有 中医有很多预防感冒咳嗽的小方法哦 真的吗 那真是太好了 可以赶快告诉我吗 会不会很麻烦呢 不会哦 很简单 就是生活中常常可以拿到的 橘子跟水梨 那橘子要怎么处理呢 只有简单的步骤哦 首先我们拿一个橘子 然后在上面搓一个小洞 撒一点点的盐巴上去 再把整颗的橘子放在烤箱上面去烤 烤到表皮有点焦黑 就可以拿出来了 但是表皮不要吃 把它剥开来 吃里面的果肉 它可以预防出勤的可嗅哦 那炖水泥呢更简单了 一颗水泥拿出来 不要削皮哦 切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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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放在一个内锅里面 放在电锅里面 上面加一点水 外锅沾一点点水 盖上盖子 你可以放一点冰糖 也可以 切下电锅 让它跳起来 然后就可以 喝了 然后这个叫做冰糖炖水泥 上面的两种方法 是针对感冒初期的咳嗽有效哦 但是严重的时候 我们千万不要拖 一定要到大院检查 医生是你最好的朋友 在这里呢 最重要的 是要跟大家 再一个年 祝福大家 新年快乐 金鸡暴喜 万事如意 恭喜发财 请不吝点赞